手游酷丸 如果最终这张地图也会解锁 那么游戏的话也算是通关了 后续有没有新地图目前我们还是不知道 只能等这个地图解锁完以后才可以看到啊 但我觉得这张图解锁完之所以给这么高的这个容量啊 它需求的这么高是因为这是最后一个需要解锁的一个模式 因为咱们在解锁人物就是新地图以及新地图人物狗狗本 是二周目的狗狗本 那么再往后如果没有地图的话 那么这次也是最后一次升级 因为狗狗本地图你升满了后背也没有人物是没用啊 所以说尽量呢要吃到全部金砖不要浪费掉 获得更多金砖才是我们游戏的升级的本命的东西 钻石的话你只能靠开箱子了尽量去多打一些这个锦标赛 去PK然后获得宝箱 但宝箱够的前提下可以不去打锦标赛啊 因为在PVE模式中会出现这个幻熊箱子 它会有一定几率带着箱子出现 只要追上它它就会把箱子扔下然后跑掉 这个位置的话是随机出现的这个BOSS战啊 可以看到这个人物这个幻熊扔出的炸弹 咱们只要一脚踢上去就可以对它的这个装甲车造成伤害 但我不明白这个家伙为什么要把炸弹放出来啊 你看这个炸弹我们吃上又不会炸到我们 或者说它也是想用炸弹来炸我们 但是却不曾想我们竟然可以把这个炸弹给踢不去 还是比较强的 然后就是它一共是两管血啊 你注意看它这个血量条中间是有一个实现的 当我们打完这个第一管血就进入P2阶段 它会飞上天 然后就是一场空中追逐大战了 这也是本作比较精彩的一部分 也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看我们黄金跑酷的这个一些方面啊 因为这个随机boss战加入做的真不错 好怎么快速的用这个炸弹来把它的飞船干掉 但这个位置如果是来让我们的飞船发射火箭来主动出击 那我就更好了 但可能会让我们的汤姆猫的程序员更头疼啊 因为要夹很多东西 好咱们把这个金砖都吃掉 一定要吃上吸点石 这样的话才可以获得更多金砖 用于升级地图 好这一关的话有这个隐藏道具 是这个金币袋子一共是四个 吃满之后可以获得一个箱子来开箱 这里的话咱们进入了滑板世界 滑板世界的话属于是随机壶的这么几类 像之前更新的水下图滑板图 还有老西部图 包括天空的这个祥云之上 长城关卡 就是唯一的一个飞行关卡 水下的话是咱们上次更新的这个汉客的水下 然后他会卖一个这个水下渔人的这个汉客的皮肤啊 这个水下关卡做的不错 但是好像就从上次更新完以后 再更新就没了 因为它是现实的更新几条谱 滑板世界做的也是不错 这个西洋西下的景象 还是非常漂亮的 好这个地方是滑板鞋 是这个地图所要收集的必备道具 那么这个游戏我给出的是五星加评价 好的 本期游戏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再见